目前香港可以说是发展成为人民币的一个重要的离岸市场了 那么将来中央也会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人民币的一个离岸中心 香港近几年的人民币存款也是在飞速增长当中了 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同样请到的是创盛理财的陈宝奇女士 今天她将会跟我们讨论一下人民币市场以及产品的情况 那么首先请陈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香港的人民币市场现在情况是怎样 那香港的人民币市场现在也有很多的产品可以去选择了 包括是人民币的定期传还人民币的债券还有人民币的基金 还有人民币的股票也推出了最后是人民币的结构性产品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就是好像那个产品是那个类别也蛮广的 可是可以选择的基金或者是那些产品的数目可是不多 大概有多少种 像人民币的基金大概是有四只到五只而已了 那人民币的结构性产品呢也只是一两间银行有了 他们也只分到只有的那个是利率挂钩 还有就是说那个汇率挂钩的货币挂钩的 也没有那个股票挂钩的产品去推出来 另外呢李克强副总理最近访问香港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 促进这个香港人民币市场的发展 那么您看来这个近期我们香港人民币市场的这个发展趋势是怎么样 那我看到就是说现在刚刚公布了就是把那个QFII的那个额度就提高了200亿 那那个RQFII的额度是增加了200亿 那就是说现在香港的人民币基金它可以去投资在国内的那个股票市场 还有就是国内的那个人民币债券也可以提升了 可是那个200亿的额度也不是太高了 我看到的那个投资带来的也不会把香港的那些人民币基金会增加很多 只有的就是说可能增加我看大概是三次吧 因为那个额度也不太高 那我看到现在在香港那些人民币的基金呢 回报率也不是很高 一般来说像其中一只在香港第一支的人民币的基金 它去年的那个回报率只有2.7% 那再加上人民币的那个升值3.3%也只有6.6%的回报 那我看那这样子的话还没有扣除那个管理的费用 可以说是现在的那个投资市场人民币的基金也不是很吸引呢 如果说像我有一些客人呢 他们就是拥有人民币呢 他们也会把那些人民币拿回去在国内的那些银行里面 做一个定期的传还 就已经有3.8%的回报 那我相信在国内投资 或者是在香港投资一些人民币的基金去比较的话 也可以说算是两者也有它的优点 所以我看应该是在香港还有一个比较理想的 就是说希望他们可以把一些结构性的产品 人民币的结构性产品去推出多一点 让那个回报率可以高一点 我们知道现在香港地区这个人民币存款 也是在不断攀升当中了 很多的投资者呢可能手中有很多的人民币 但是不太知道应该往哪些产品去投 或者是通过怎样的方式 让自己的手中的这个钱增值 那么您可不可以针对这个情况给一点建议呢 我看如果是希望在一个没有什么风险的情况下去投资的话 香港可以去投资那个人民币债券 那有1.6%的回报 那银行也不会收取任何的手续费用了 做定传的话也差不多有0.6%到1.3%吧 如果是想要更好的回报又是定传的话 我相信可以拿去国内的银行去拿个那个3%的那个定传的回报 我看的如果是选择那个人民币基金跟那个人民币的结构性产品的话 我觉得两者的风险也差不多 那看回报的话 我觉得那个人民币的结构性产品会 回报会比较理想一点 那一般来说这些是比较风险高一点的 那适合一些年轻的还有就是说还在工作的那些的人民呢 一般我看不要超过50岁吧 如果是接近退休年龄的话 就只有选择一些定传会比较安全一点 对